由施展报告公布以来 我一直都说我被这次的施展报告很高分 过去我想这几年是我们叫做推动科创的第一步 我想由创科局2015年底成立之后 我们成功地做了第一步 就是重新将香港的科创定位 在一个我们很注重的产业上面 那里面也当然得到一定的成果 我们现在有四千间我们叫做创科初创的公司 我们也有十来间的独角兽 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在创科发展 是叫做走到第二个台阶 我想今年的施展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因为在今次的施展报告里面 就突破了很多我们以前的思维 譬如我们在创科发展方面 政府今次的施展报告甚至说了 有几个领域是需要倾斜 更加聚焦的资源 譬如他提到有新能源 高端细造业 我们人工智能 还有数据经济 金融科技和生命科技 所以其实这几个领域 如果只是每一个领域 我都觉得你真的有两三间 国际级的企业 能够落地去香港发展 已经是有机会做到一个很大的市场 第二就是以前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今次就疏离和综合了 譬如什么呢 譬如人才政策 人才政策现在事关紧要 我们香港很多创科公司 请人都有问题 培养我们下一代的科技素养 科技的基本知识 也都其实要追求 因为之前在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不足之存 今次针对了人才 无论是人才引进 人才的再培训 甚至乎中小学 加入了在科技方面的教育 那你人才和企业相互相成 因为人才的 以前香港我们也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人才 那我们经常都说 喂 为什么那些人 有些未必留在香港 会走 始终以前我们有这么好的团队 如果你在十年前可能八九成都会留在香港就业 过去几年可能只剩五六成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以前我们会见到很多大学的科研 要么就纯粹讲理论 他没有想着商用化 第二就是就算他想商用化 他那个技术出来之后 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投资 那中间往往你很难找到投资者去支持 因为香港虽然很多基金或者投资团队 但是都倾向于投资比较短期的一些周期的项目 那你说大学刚刚走出来的项目 可能真的要十年 或者更加长的时间去支持 那这里里面 现在有新的基金 有个一百亿 是接合大学的科研 到商业化之路 通过了今次这个基金呢 也都可以做到支持大学团队 转化的一个角度 接着到你人才在这里之后 那你有没有提供更多优质的工作机会 那这个就是抢企业 那别的企业那里也都推出了一个 引进重点企业的办公室 那里也都会针对一些国际和内地 我们叫做重点企业 超巨型企业 可能百亿千亿级企业 来香港设的分部 包括你的科研 或者是一个人才中心 或者往国际的出口 或者国际公司往内地的一个总部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可以引入到一些国际和弃企业来香港 那也都适逢更加重要的是 加上我们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那可以提供到很多土地的供应 给我们去引这些企业来 那所以今次我觉得是一个 很全面的战略考虑 我们要做科技 有人才必须的 人才来之后 如何留住它 要有企业 要有工作机会 企业来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可能政策 它需要土地 它需要投资 那变成这方面呢 也都有提供到不同的一些政策的方向 在投资方面 今次我们就成立了一个300亿的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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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200间这方面的国际领头公司 香港投资公司 那我相信如果做到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以及对我们未来发展科技 作为一个国际创科中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其实我想刚才说的几样东西 都是我们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前 我们业界有很多资讯 然后我们有写进去给政府的建议 可以说是业界也好 甚至乎社会也好 大家都有个认知或者共识 是适合香港去做的 香港其他的制度在这里 我们有很好的大学 我们有法制 我们基本上对国际的联系 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税制 等等 所以其他的诱因都在这里 我都有提议给政府各个部门 希望比较高层 你说特首也好 司长也好 带领香港的我们优质的科技企业 到世界各地 甚至乎参加一些大型的展览会 去告诉别人 原来香港有这些好公司 因为我发觉 原来香港我们很多独国售企业 外面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由特首带领 或者由我们比较高级的政府官员 带领去国际 展示一下我们的科技成功企业 和香港可以做些什么 也都要告诉他们 我们有这些新政策 香港不仅是金融中心 我们有高科技的产业 在这里 这个信息要传达给全世界 第二 我们希望本地可以办 很多大型的峰会 展览会 科技相关的一些活动 加年华等等 等全世界对科技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来香港看看 我们香港的发展情况 我非常看好香港的科技发展 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 尽快可以通关 我们疫情要减退 政府就需要真的出去 再说好香港故事